另外再来关注哈马斯及其盟友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 11号发表声明 表示已经向调解方提交了 加沙停火建议的回应 并且强调为了巴勒斯坦人民利益 愿意积极应对以结束加沙战争 而卡塔尔和埃及都证实 已经收到了哈马斯的停火回复 美国务卿布林肯就形容 哈马斯的回应是令人鼓舞的迹象 不过以色列的媒体也引述 以色列官员的报道 哈马斯修改所有基本内容 也变相拒绝停火建议 布林肯11号继续中东访问 会见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政府官员 并出席在约旦举行的人道主义 应对回应就加沙停火斡旋 布林肯表示哈马斯的表态积极 但需要等待加沙内 哈马斯领导层的最终回答 联合国10号通过加沙停火方案 并获得哈马斯的积极回应 哈马斯高级官员萨米·阿布 祖赫里表示 哈马斯原则上同意停火 以色列撤军以及交换囚犯的安排 但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协议 10号在联合国审议的加沙停火方案 由美国提出 俄罗斯投契权票让议案获得通过 外长拉夫罗夫11号 在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时表示 金砖国家一致认为 以色列必须立刻停火 又批评在加沙难民营内进行解救人质行动 牺牲数百上千等无辜平民是不可接受 拉夫罗夫指出 在停火的下一步是就建立巴勒斯坦国展开谈判 重申俄罗斯支持两国方案的立场 不过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 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 以军11号突袭西岸北部一个村庄 巴勒斯坦当局表示 行动造成6名8人死亡 以军则称他们的反恐行动 成功击毙了4名武装分子 声明并表示 以军包围了一处被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利用的建筑物 并使用直升机攻击建筑物所在区域 又称以军在附近发现了武器 和一辆载有大量爆炸物的车辆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